那麼在昨天呢LED大廠經典宣布要併購菜園囉 幾率兩家公司今天股價都是大漲的 另外面板族群也是有不錯的表現啊 那麼接下來以您的觀察 又有哪些族群是有機會來表態的呢 好 我想其實在加權指數上供同時 有很多盤面的一些強勢股都陸續的在表態 那與其去盲目的追逐這些盤面上的強勢股 甚至漲停的一些標的 不如好好的競價心來 去找尋一個能夠貫穿台股下半年掌聲的一個主軸 那我們就從今天掌聲的一個全資股鴻海來看 最近鴻海它持續的掌聲也突破了百元的大關 那它掌聲的內容不外乎在於 這個物聯網在雲端 甚至於在機器人概念股的部分 尤其是它跟特斯拉的合作 在台中的工業區 蓋了一個無人生產的工廠部分 也帶動了整個機器人類股的向上攀升 那最主要的當然我們就看 鴻海旗下的這兩個相關的一個機器人的概念股 包含在整個6160的星際 以及6414的華漢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星際 正是這兩天表現相當的強勢 今天甚至盤中也攻上了掌停板 率先的一個表態 那在星際的部分當然我們就不得不看到 跟它攜手合作的在華漢的部分 接下來是不是也有機會來挑戰 整個工業電腦龍頭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在面板的部分呢 在整個大尺寸的一個電視 成為主流的試況的帶領之下 那在下半年的整個需求 將會陸續的這個產生 那在整個下半年這個大面板族群的 這個試況需求陸續的出來的情況之下呢 在整個面板族群的這個表現上面 也是有相當大的一個注意啦 那另外在下半年的一個電子的一個焦點 的股票的部分就是在蘋果的星際的推出 那這次在蘋果星際推出的部分呢 其實在整個製程方面有一些些的改變 當然同時也就帶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股 包含在3360的上例的部分 其實在3021的部分 3021的這支個股的部分 其實在這個兩檔個股 其實都是新增的一個平概股 那其實在今年1到5月份的一個合併的時候 都相較去年同期來的有成長 那在下半年蘋果星際總要推出的同時 渴望有一些提前的拉貨潮帶動的效應 那會逐漸推升了它下半年營運的動能 那當然在股價表現方面呢 也就是值得投資者去做期待跟留意的 是 工業電腦面板還有新的平概股 在下半年都可以持續的來追蹤 謝謝分析師幫我們做了分析囉 我們剛好